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Dora Rainbow Fab 我是Dora 是的这是我这个星期的第二个视频 我为什么这个星期这么急的录第二个视频呢 那就是因为没有错 是的她到了 她当时刚上市的那一天下单 昨天晚上寄到了 所以我就迫不及待迫不及待拿出来跟你们分享一下 试一下色 然后看看这一盘到底能花怎么样的一个妆 我们先看一下这盘里面这次到底有哪些颜色 这次这里面一共有四个雅光色 其他的颜色全部都是珍珠光芒或者是share的那种 那我们就先来试个色 首先第一个颜色是Blue Bell 这个颜色是一个冷色的打底色 第二个颜色是Starshine 玫瑰金色非常的美 第三个颜色是Blozom 然后是Blozom 这个颜色在眼头提亮很好看 接下去是Flutter By 这个颜色刚开始拿到手上的时候 因为盘比较干 心盘可能都有这样的问题 某第二次要的时候就好一些了 然后是Sky Dancer 因为发现这两个颜色真的是鬼打枪一样的相似 它们在盘上不是放在一起的 但是我放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对比一下 接下去是Minty 然后是Apple Jack 一个很美的眼光色 接下去是Princess Sparkle Yeah this is one of the darkest point of the palette Sknezzle Sknezzle 接下去是Firefly 这个是这盘的唯一一个双小屏幕包子 最后这个呢Tweller Light This is my favorite one 好了给你们看一下这就是12个颜色的试色啦 最后呢给你们看一下全景式的 我的手臂比较短 幸好它只有12颜色 好那我就开始说一下这个盘吧 大家看到这个盘就觉得这盘肯定不是很日常 确实它画日常妆也不是那么的好画 而且这盘里面我试色完了之后 我觉得它有两个雷区 第一个雷区呢就是它这个最浅的这个颜色 最浅的这个颜色如果是黄肤的话 涂在眼上就非常的显脏显冷色 偏紫的一个打底色 用它的话呢它真的不是非常好用 尤其是像我这种就是比较黄比较黑的类型 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两个颜色 试色的时候可能你们也看到了 这一盘里面这两个颜色 颜色就是鬼打墙一样的像 刷在手上再给你们看一下 上面这个颜色稍微浅一点 这叫Flutter By 下面这个颜色呢是叫Sky Dancer 如果单用其中一个颜色的话会觉得 Sky Dancer这个颜色亮度过亮 Flutter By这个颜色呢又显得太灰了一些 正常里面有两个那么相近的颜色 可能会觉得这个盘没有出好或者怎么样 但是我昨天玩的时候 我发现如果说把这两个颜色叠加在一块 在眼尾运染的话真的是 超级超级好看 用Flutter By打底 用Sky Dancer在上面运染的话 颜色真的很自然 我觉得这两个颜色合在一块 应该是这盘里面 从一个雷区变成一个比较有特点的颜色了吧 这盘里面除了其他哑光色 还有亮片色之外呢 下面这样一个白色 它其实是一个天光双闪的一个颜色 比较靠近那种Dual Crown 泛的是一种蓝绿色的光 我这盘里面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的颜色 就是这个颜色 看这个闪的程度 哦天哪 大家很多人说这个是人鱼色 但是我们好像都没有见过人鱼 我觉得比较像鸽子脖子的那个颜色 是不是 还有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颜色呢 这个颜色 是的 它确实是整盘里面最黑最黑最黑的一个颜色 涂在手上的颜色和蕴染在眼尾的颜色 其实看起来是不太一样的 是的 我今天这个眼妆就是用这一盘画 今天眼影用的是一个叠加的方法 把它在眼尾上叠了三层蕴开 所以看起来可能会更有层次感一点 我今天脸上没有用粉底细 因为我昨天用了Bears Minerals他们家的那个foundation 结果我脸上就几些红红的点点 然后头顶抱了一些闭口 我今天就不敢用foundation了 我今天用的是Nex他们家的一个BB Cream 非常轻薄 稍微在脸上遮了一点点 关注我Insta的小伙伴 可能会看到我昨天晚上上传了两张照片 然后那两张照片呢 也是同样用这样一盘画的 但是用的手法不太一样 好了 废话不多说 然后看一看我Insta上那张照片的妆容 到底是怎么画的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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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这个包装呢 它的包装上面就是 《My Little Pony》 男女老少 通纱的一个动画片 还送一把这样的贴纸啊 真的好可爱 真的好可爱 这次colourpop就和它合作 做了这样一个系列 它里面有眼影 有腮红 有高光 纯彩 但是纯彩的话 我的感觉就是 我有很多跟它颜色有点像的 那种比较夸张的颜色 大多都是line crime的 所以我就不打算重复入这些了 我这次呢就入了这个眼影 这一盘和colourpop之前的 那两盘的风格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而且呢也非常的有趣 有非常多的地方 可以再探索一下的 我觉得如果说你很喜欢 发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我觉得这一盘真的可以 因为这一盘我觉得能画 非常非常多不一样的眼妆 好了那这个就是 今天的分享啦 可能接下来呢 我也会做一些别的眼影盘 这样类似步骤的一些分享 如果说你喜欢这样一个 节奏的视频呢 那就请在下面给我点赞 然后并且订阅我 所以接下来如果出新视频的话 那你就会收到这样的提示啦 那这就是这一期的视频啦 谢谢你们观看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